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加勒比海盗系列一共五部已经为大家解说完毕 加上之前为大家解说的速度与激情 饥饿游戏 神话危机等 已经为大家解说了四个系列 今天开始咱们的第五个系列 那就是魔戒三部曲 又称指环王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英国语言学家托尔金发现 现存的神话史诗没有一个是用英文撰写的 在强烈的好奇心下 托尔金自己创造出了一门古怪的语言 并为其编写了一个刻意模仿神话的故事 经过漫长的修改后 这个奇幻故事在1954年出版 并最终在2002年 首次被彼得·杰克逊导演搬到了大荧幕上 这个系列作品便是举世闻名的魔戒三部曲 魔戒三部曲横扫近30亿美元票房 首部曲便斩获四项奥斯卡大奖 最后一部更是在第76届奥斯卡上荣获了11项提名 并最终全部夺冠 这究竟是怎样的伟大史诗呢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 魔戒首部曲魔戒现身 我们的故事要从散落中途世界的九枚魔戒讲起 上古时代身怀野心的魔君索伦 打造出九枚拥有奇特力量的魔戒 并将它们分别赐予人类矮人和精灵 这九枚魔戒都拥有一定的力量 来维系中途世界各势力的平衡 然而在暗影魔多的火焰山上 魔君暗中打造了拥有掌控一切力量的至尊魔戒 他将自己的邪恶注入至尊魔戒中 正因如此 至尊魔戒拥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 很快 魔君便凭借至尊魔戒 将中途自由世界的土地逐渐蚕食 为了阻止魔君的脚步 人类与精灵组成了最终的联军 与魔君及其半兽人大军 在火焰山山脚下决一死战 经过惨烈的战斗 联军局势大好 胜利就在眼前 此时魔君带着至尊魔戒出现 并且杀死了人类国王 伊兰迪二 至尊魔戒的力量难以消灭 局势眼看就要遭到逆转 在这紧要关头 人类王子埃希多挺身而出 他继承了国王手中掉落的宝剑 接着一剑便砍断了魔君佩戴至尊魔戒的手指 失去力量的魔君无以为继 他在耀眼的白光中爆炸并化为了灰烬 至尊魔戒也被埃希多获得 然而至尊魔戒的邪恶 并没有随着魔君的失败而消失 他蛊惑了已经成为人类国王的埃希多 并诱使他进入了半兽人的陷阱中 猝不及防的埃希多重见惨死 其随身佩戴的至尊魔戒也沉入了一条河中 又过了2500年 沉浸在河沙中的至尊魔戒 被小怪兽古鲁姆偶然得到 至尊魔戒拥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力量 古鲁姆将其带到了迷宫山的隧道深处 爱不释手的把玩魔戒长达500年 在这个过程中 至尊魔戒不断地荼毒蛊惑古鲁姆的心灵 并伺机重返中土世界 终于有一天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邪恶归来的谣言 中土世界一时间充满着恐惧 人人自危 至尊魔戒感到了邪恶重返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他抛弃了古鲁姆 随即找到了新的主人 霍比特人比尔伯 60年后 中土世界的夏尔国 年轻的霍比特人弗洛多正坐在树下看书 忽然他灵敏的耳朵听见了一阵风吹草动 走到近村的道路一看 原来是巫师甘道夫驾着马车带着烟花来了 他此行是为了参加弗洛多的叔叔 比尔伯的百岁生日宴会 于是弗洛多热情地为甘道夫带路 夏尔国风景优美 处处鸟语花香 与世无争的霍比特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而弗洛多显然是个另类的存在 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好奇 一路上不停地对见多识广的甘道夫提出问题 夏尔的孩子们也很喜爱这位令人尊敬的巫师 他们追着甘道夫请他放置烟火来瞧瞧 而甘道夫洋装不情不愿 却突然打开了马车后面的烟花给孩子们关上 他真是个可爱的老顽童 两人来到比尔伯家门前 弗洛多便自行离去 比尔伯的门前立着一块闲人免禁的木牌 看来他并不想被打扰 甘道夫走上前用手轻轻扣了扣门 从屋内立即传来熟悉的抱怨声 然而屋子的主人比尔伯一打开门 却惊喜地发现原来是自己许久未见的老友前来拜访 甘道夫笑着对他说道 比尔伯你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年轻 他赶忙将甘道夫请进房间里招待 在比尔伯准备茶饮的间隙 甘道夫在屋内巡视了一圈 发现在桌上摆着一张记录着中土世界山川的地图 比尔伯告诉他自己喜欢山脉 并打算带到再次浏览名山后 找个安静的地方写完自己的回忆录 甘道夫抬头认真地看着他 说道 弗洛多对事情已经有所察觉 你会告诉他的 对吗 比尔伯连连点头 手却伸进口袋里 紧紧握住了什么东西似的 他略有紧张地告诉甘道夫 自己现在有些力不从心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比尔伯力不从心呢 伴随着绚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 比尔伯盛大的生日宴会开幕了 半个夏尔国的人都前来参加 弗洛多的园丁山姆 迟迟不肯邀请美丽的螺丝跳舞 他想逃避 却被弗洛多坏笑着一把推入螺丝的怀中 一旁的巫师甘道夫正打开 更大更奇特的烟花向众人表演 而寿星比尔伯正会声会色地 给孩子讲述他年轻时的冒险故事 在生日宴会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中 众人热烈高呼着比尔伯的名字 请他上台讲话 比尔伯由衷地对大家表示了感谢 并说道 即使与如此和谐有趣的大家庭 共处了这么多年 这段时光也仍旧令他感到短暂 台下众人听到这番发自肺腑的话 脸上纷纷洋溢着赞许的笑容 然而此时台上的比尔伯脸色却陡然一变 他将手背在背后 紧张地从口袋里悄悄摸出一枚奇特的戒指戴上 并遗憾地宣布自己要走了 祝大家万事如意 就在台下众人感到云里雾里的时候 比尔伯玄机凭空消失在台上 此时比尔伯家的大门前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 大门缓缓开启又关上 而刚才当这众人面消失的比尔伯又出现在了家里 看来那枚奇特的戒指拥有使人隐身的能力 在台下早已看穿比尔伯障眼法的甘道夫 尾随着比尔伯进屋 比尔伯被突然出现在身后的甘道夫吓了一跳 但很快他又变回了原来的那副表情 甘道夫问他 你会把那枚戒指留给你的侄子弗洛多对吗 比尔伯嘴上答应着 眼睛却紧紧盯住手里的戒指 神情中尽是贪婪与依依不舍 只听他不断地重复念叨着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眼看他就要走火入魔 一旁的甘道夫只得怒吼一声 终于使他冷静下来 由于再三 比尔伯终于下定决心 他将戒指与所有的财产留给了甘道夫 便让他交给弗洛多 在与甘道夫道别后 比尔伯便投也不回地 去寻找自己最终的归宿了 弗洛多从宴会赶来 到比尔伯的屋子里去寻找他 却只见到了对着火炉 默默抽着烟斗的甘道夫 甘道夫告诉弗洛多 你的叔叔比尔伯 将这里的一切都留给了你 说着他便拿出 用信封装着的戒指交给弗洛多 并且告诉他 现在自己要去寻找一个答案 随后便匆匆离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财产 弗洛多又惊又喜 但对于那枚戒指 他却不知视为何物 在暗影摩多的地界里 九个坐下高头大马的 五面黑衣骑士 从一座阴森的城堡中出发 他们朝着夏尔国赶去 与此同时 在人类城堡中的档案室里 寻找答案的甘道夫 发现了那个被半兽人 埋伏杀死的国王艾希多 对戒指的记载 甘道夫在记载中发现 只有火焰才能融化那枚戒指 这便是他要寻找的答案 弗洛多与炎丁山姆 从酒馆出来 在自家门口分别 回到了昏暗无光的屋子里 弗洛多感到了有些不对劲 突然一双大手从暗处伸出来 牢牢地抓住了他 受惊的弗洛多正欲喊叫 一回头却发现是巫师甘道夫 虚惊一场后 甘道夫让弗洛多拿出戒指 投入火炉中 却发现火炉的火焰 丝毫无法损伤戒指 显然是某一个步骤出现了错误 回到书房里 甘道夫与弗洛多一起坐下来 他告诉弗洛多 这枚戒指就是传说中的至尊魔戒 你的叔叔比尔波 从小怪兽咕噜姆那里得到了他 而现在魔军蠢蠢欲动 正计划者卷土重来 这枚制作魔戒 便是辅佐他成功的最好工具 他的手下已经抓住了咕噜姆 并且从咕噜姆那里得知了魔戒在夏尔国 听到这里 弗洛多很是惊慌 从未见过如此阵仗的他 想将戒指交给甘道夫保管 甘道夫却表示 魔戒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恶魔 只有像弗洛多这样 无欲无求的霍比特人 才能抵御魔戒的诱惑 与此同时 从暗影魔都而来的五面黑衣骑士 已经赶到了夏尔国 这边 甘道夫告诉弗洛多一个名叫布里的地方 并说自己会在那里的猎马酒吧与其会合 在此之前 他还要先去寻找巫师的首领 正说着 窗外的一声响动惊起了两个人的注意 原来是弗洛多的园丁山姆 他偷听两个人的对话 被甘道夫抓了个正着 看着憨厚的山姆 甘道夫却并不打算放过他 第二天天不亮 弗洛多与甘道夫便朝着各自的目标出发 与弗洛多同行的还有山姆 他被甘道夫选中 成为了弗洛多的助手 对二人嘱咐一番后 甘道夫便自行离去 在弗洛多山姆二人 还在跋山涉水前往布里的途中 甘道夫已经赶到了爱兴格 寻找巫师首领萨鲁曼的帮助 萨鲁曼未卜先知 早已知道甘道夫此行的目的 在两个人的交谈中 一向正义的萨鲁曼 却流露出了对魔军的崇拜之情 并告诉甘道夫 事情已经无力回天 九大戒铃已经化身为 无面骑士的模样 前来寻找并且杀死 至尊魔界的持有者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臣服于魔军 察觉到情况不对的甘道夫 想要离开 却被已经弃名投案的萨鲁曼打败 并且关押起来 在路上 弗洛多和山姆 又遇到了尾随他们的 导弹鬼二人组 而追寻他们前来的戒铃 也正在此时堵住了去路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后 弗洛多与伙伴们 跳上河边的船 逃离了借铃的视线 当一行人在大雨滂沱中 赶到了与甘道夫约定的 列马酒吧时 已经是深夜 弗洛多向酒宝打听 甘道夫是否在此 却只得到了让他失望的回答 在酒吧里 看似安全的环境下 实则暗流涌动 山姆悄悄告诉弗洛多 坐在角落里的那个人 已经盯着你好久了 弗洛多顺着角落的方向 用余光瞟去 一个游侠模样的男子 叼着烟斗坐在那里 酒宝告诉弗洛多 他是这里的游侠 人们都称其为剑步侠 这天后半夜 前来寻找至尊魔戒的戒铃 冲进酒吧 试图杀死弗洛多 并拿回魔戒 而弗洛多他们 却早已在游侠的带领下 巧妙地躲进了 酒吧对面的房间里 房间里 这个名叫阿拉贡的游侠 向弗洛多他们解释了 戒铃的起源 原来九大戒铃都曾是 人类的贵族 由于贪婪 他们毫不犹豫地 收下了魔军赠予的戒指 随即被魔军控制 成为了任其差遣的奴仆 现在他们正无时无刻 追寻着弗洛多手中的 至尊魔戒 暂时摆脱了戒铃后 阿拉贡带着弗洛多一行人 前往瑞文戴尔 那里是精灵族的领地 也许精灵这个强大的种族 可以帮助他们 另一边 已经庆明投案的 巫师首领萨鲁曼 在魔军的指示下 开始推倒树木 准备物资 以此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被囚禁的巫师甘道夫 无计可施 只能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半路上 贪吃的园丁山姆 与导弹鬼批评 生起篝火做饭 却把戒铃引来 战斗中 英勇的阿拉贡 以一己之力击败了戒铃 但弗洛多 不慎被戒铃的魔窟剑刺伤 只有精灵的医术 弗洛多就快要一命呜呼 她的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道 夺目的白光 白光里 一名冰激玉谷的女子 骑着马出现 她是精灵族的公主亚文 同时也是游侠阿拉贡的老情人 亚文告诉阿拉贡 戒铃无法伤害精灵 为了弗洛多的性命 必须将他交给自己 带去瑞文戴尔疗伤 看着眼前的故人 阿拉贡定了定神 便将冰死的弗洛多托付给他 亚文带着弗洛多绝尘而去 戒铃们也紧随其后 死死的咬住不放 终于来到了精灵的地界 为了摆脱这些讨人厌的戒铃 亚文口中沉吟咒语 随即一阵急流一泻千里 将戒铃们冲得人扬马翻 再次睁开眼 弗洛多发现 自己已经身处 瑞文戴尔的艾龙王家中 而他惊喜地发现 坐在床边的不是别人 正是巫师甘道夫 此时他正抽着烟斗 笑隐隐地看着他 看着满是疑惑的弗洛多 甘道夫慢慢地讲述了 自己如何召唤出大鸟 乘着他逃离了魔窟 在形同仙境的瑞文戴尔 弗洛多与随后赶到的 山姆等人会合了 更让他惊讶的是 离家寻找归宿的叔叔 比尔波也来到了这里 在这里 他完成了自己写的那本书 弗洛多告诉比尔波 自己从小就梦想着 与他一起冒险 可现在自己的冒险经历 却与想象中完全不同 比尔波看着眼前 逐渐成长起来的侄子 感到十分欣慰 不久后 讨论如何抵挡魔军入侵的会议 在露天的会议厅里召开 艾伦王对远道而来的 新老朋友表示了欢迎 同时告诉大家 魔军的势力已经准备入侵 如果不联合起来 整个中途世界都将灭亡 而想要摧毁至尊魔界 只有将其丢入锻造他的火焰山中 这一种途径 这就意味着 必须有人深入暗影魔多的腹地 众人对何时人选的问题 起了争执 眼看就要打起来 在一旁坐着的 看似最弱小的弗洛多 却站起来揽下了这个重任 就这样 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情况下 护戒使者九人组成立了 除弗洛多外 他们分别是 人类王子阿拉贡 与同族的伯罗米尔 矮人金利 精灵王子莱格拉斯 巫师甘道夫 以及一路跟随弗洛多的 园丁山姆 导弹鬼二人组 临行前 比尔博叔叔将自己的宝剑 与银甲传给了弗洛多 这两件宝物 很快 护戒使者们便踏上了 未知而危险的旅途 奉餐露宿的护戒使者们 历经磨难后 到达了暗影摩多外的雪山 只要翻过它 很快便能深入暗影摩多的腹地 然而 叛变的巫师首领萨鲁曼 却使用法术制造了雪崩 阻断了众人的去路 无可奈何之下 护戒使者们只得取到 矮人金利的表弟 巴林所在的摩瑞亚山洞 在摩瑞亚山洞紧锁的大门前 机智的弗洛多解开了大门上的谜题 一行人得以顺利地进入山洞 金利仍在边走边兴奋地说着 表弟会好生招待我们 却没发现山洞里此时 已经布满了阴森可怖的蜘蛛网 看起来丝毫没有人的生气 察觉到蹊跷后 只见巫师甘道夫拿起手杖一罩 众人惊讶地发现 遍地都是矮人族的尸体 他们知道 这是半兽人干的好事 正欲退出山洞 护戒使者们却被大门外的湖中水怪阻拦 无路可退的他们只得再次进入山洞 而穿过摩瑞亚山洞 需要四天的时间 甘道夫告诉大家 在山洞底的深处 还有这比怪兽更邪恶的生物 究竟是什么样可怕的存在 让酒精沙场的甘道夫也袒护色变呢 在一个分岔路口 众人停下脚步等待甘道夫寻找道路 弗洛多却感觉到身后一直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甘道夫告诉他 那就是小怪兽古鲁姆 他跟着护戒使者们好几天了 想要司机夺回他的宝贝魔剑 弗洛多想要干掉他 甘道夫却说他还有利用价值 跟随着新鲜空气的味道 众人来到了洞底深处的摩瑞亚王国一记 在这里的一座房间内 金利发现了表弟巴林的棺木 意料之外却又情力之中的事实 令他十分悲痛 此时导弹鬼批评 不慎将身旁的一副戴甲古石挤进了井里 这口井通往地地深处 随着古石落地而来的是巨大的声响 一时间大家摒弃宁身 生怕引来半兽人或者其他怪物 但不幸的是 出于休眠状态的半兽人还是被惊动了 护戒使者们听到动静 立即锁上门 并且拿出武器做好战斗准备 半兽人很快便借助人数优势冲破了房门 众人立刻迎敌 一番苦战后 半兽人悉数被消灭 但弗洛多也在战斗中 被巨型半兽人刺中了腹部 就在大家伤心欲绝 以为弗洛多已经死去时 却惊讶地发现 他身上穿着的银甲挽救了他的性命 护戒使者们不由地怂了一口气 听到更多的半兽人朝这边赶来 众人不敢恋战急忙逃走 然而由于半兽人人数众多 他们还是在亡国大厅被团团围住 正当众人准备与其决一死战 半兽人们却满是惊恐地撤退了 干道夫告诉大家 这是上古的阎魔现身了 我们绝不是他的对手 前方就是可以通过的大桥 阎魔在后面穷追不舍 大桥的另一端还有半兽人拔兽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众人杀败半兽人看守通过大桥 阎魔却还是追了上来 干道夫让游侠阿拉贡带着其他人先走 自己留下与阎魔战斗 最终干道夫与阎魔一同从断裂的大桥上 掉了下去生死微捕 众人因为失去干道夫而感到了巨大的悲痛 尤其是弗洛多 他与干道夫有着忘年之交式的友谊 如今看着智友在自己眼前消失 又怎能不令他悲伤呢 然而摧毁魔戒的任务 关系到中土自由世界的存亡 在收拾一番情绪后 护戒使者们步履不停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罗斯洛丽森林 经过了尚未消融的雪地 罗斯洛丽森林近在眼前 进入森林后 矮人金利煞有介事地告诉佛罗多 森林里有一位仿佛美肚沙般的精灵女王 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 就会被迷住并永远失明 正说着一群精灵弓箭手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众人 金利是个急性子 马上想要脱身 为首的精灵哈尔达却告诉他们 精灵女王已经等候多时了 开弓没有回头见 既然来到了精灵女王的领地 就必须前去觐见 一行人在正厅见到了中灵玉秀的森林女王 就连吹嘘自己毫不动摇的矮人金利也被她迷住了 女王仿佛会读心术似的 她不但知晓甘道夫陨落的事情 还看穿了在场每一位护戒使者的心灵 随后她吩咐手下 带着早已疲惫不堪的众人前去休息 而弗洛多却听到脑海中传来女王的声音 她告诉弗洛多 今晚前来某地与她相会 看来事情远没有表面上这般简单 与此同时 在暗影摩多的土地上 叛变的萨鲁曼的爪牙们已经整装出发 准备前去抓捕弗洛多 第二天清晨 伴随着晨光与迷雾 护戒使者们在女王的目送中 乘船离开了罗斯洛丽森林 而在临行前 女王赠予了弗洛多自己族人最珍贵的宝物 埃兰迪尔之光 并告诉她 愿黑暗来临之时 让她照亮你的四周 众人划着船通过一座峡谷 看着峡谷两旁处立的人类先辈的宏伟雕像 阿拉贡这个去过离乡已久的王位继承人 第一次流露出仰慕的深情 通过峡谷后 大家在靠近下游瀑布旁的河岸上歇息 阿拉贡与矮人金利 因怎样前往暗影摩多产生了分歧 阿拉贡表示 要趁夜色藏好船只 然后穿越爱明埃尔山 从北面接近暗影摩多 而金利则坚持 那是一块不毛之地 旅途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一旁的精灵王子 来个拉斯 劝述阿拉贡赶紧离开 因为刚来到这里 自己的心头就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话音刚落 众人惊讶地发现 弗洛多不见了 而一同消失的 还有刚夺摄政王之子 伯罗米尔 画面一转 伯罗米尔正与弗洛多对峙 果不其然 他的目的便是要弗洛多交出魔戒 这样才能挽救刚夺人民 于即将到来的毁灭之中 然而无论他怎样威逼利诱 弗洛多始终不为所动 气急败坏的伯罗米尔 想要伸手抓住弗洛多 却因弗洛多戴上至尊魔戒 可以隐身而扑了个空 隐身的弗洛多又一次进入了那个空间 并再一次被那只烈焰所包围的眼睛 吓得摔倒在地 前来寻找二人的阿拉贡 找到了弗洛多 而刚刚经历过 伯罗米尔被迷惑后的疯狂 弗洛多此时已经不愿意相信眼前的阿拉贡 阿拉贡仅仅盯着弗洛多手心里的魔戒 仿佛就快要像伯罗米尔似的迷失自我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阿拉贡只是上前用力握住了弗洛多的手 并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魔戒 自己会永远伴随左右为其守护 阿拉贡用实际行动说明了 不是每一个人类都会败倒在魔戒的强大力量之下 此时 从暗影摩多前来抓捕弗洛多的半兽人军队已经赶到 护戒使者们交替掩护弗洛多逃跑 从蛊惑中清醒过来的伯罗米尔吹响了刚夺的号角 借此吸引了大部分半兽人的注意力 而他自己却在战斗中身中三箭 一旁的导弹鬼二人组也被半兽人掳走 匆匆赶来的阿拉贡 阻止了半兽人对伯罗米尔的最后一击 但即使是这样 也无法挽回伤众的伯罗米尔的性命 在弥留之际 伯罗米尔哽咽地对阿拉贡说道 我的首领 我的国王 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接下来的路就靠你们走下去了 说罢便弃绝身亡 金利和莱格拉斯结束了战斗赶来 看到以死亡为代价 维护了自己荣誉的伯罗米尔 他们神情中难言落寞与伤感 此时的弗洛多正站在河边凝视着远方 经历了那么多牺牲与毁灭 他早已泪流满面 如果一切能重来 他宁愿选择从未拥有过魔剑 然而 甘道夫曾说过的话又回荡在他的耳边 经历过困难的人都会如你这般想过放弃 但现实却并不以他们的意志来改变 我们所能做的 便是在遇到困难时想办法克服他 弗洛多看着手中的魔剑 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 独自上船划起船架 他要一个人完成这个危险的任务 而在他的身后 忠诚的园丁山姆 此时正不顾一切地奔向他 直到自己因为不会游泳而没入河中 在令人窒息的深水中 一双有力的手探出水中 牢牢抓住了山姆将他拉到船上 手的主人正是弗洛多 没有什么可以让这对主仆分离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友情的力量超越了世间的任何诱惑与磨难 他们结伴前行 共同面对未知而充满挑战的一切 另一边 在水葬了牺牲的伯罗米尔后 不知道导弹鬼梅里与批平 只是被掳走的阿拉贡 决定为他们报仇 莱格拉斯与金利同他一起 三人轻装前行 准备给伴兽人出其不意的狠狠一击 只还王一 魔戒再现到此结束 那么接下来 弗洛多与山姆在旅途中遭遇怎样的险境呢 被掳走的导弹鬼二人组梅里与批平 能否逃离魔罩呢 下一期视频 只还王二双塔骑兵为您揭晓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指证 咱们下期见